我们在上面已经学了汉语评音书入法 现在轮到练习打字,我们应该如何练习呢? 我个人认为,无论你学哪种打字都好 你都需要常练,原来只可以进步 你可以很有行,每天打一段,例如一个paragraph 日久都可以帮助 你可以参考一下世界日报里面有个家园版 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写的文章 他都在里面加了汉语评音的注音 你就跟着打就行了 我举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在展报出来的 我姐姐今年十五岁 我姐姐今年十五岁 你学完之后 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很多书籍,雜誌,和字典 现在很多都已经有汉评音在来 甚至网络,你也可以查到出来的 那你打完中文字,你是用在哪里呢? 一般人就用来写文章,写信 我认为现在最通行的都是 那些人用来写email,电邮,和上网搜索 举例来说 假如你学好中文打字 我会觉得你们会很开心 当你可以用中文来e-mail 也可以用中文来搜索 在网上查询的东西 有些现在目前说 你不懂用中文的时候 你只限于英文 你不一定查到很多东西 但你加上中文 嘞的语文是非常好用地 那 或者你也可以 close 寫那個圈 oc 或者开网站 或者开网站 好 现在,来做一个总结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汉语聘音的书入法 是目前我最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最智能的打字工具 大家已经学过了 因为它有联想字 又有速拼 几乎电脑已经可以知道 下一个字你想打的是什么 非常之方便 我觉得它是易学易用 同时你不需要再把中文字 死记下来怎么转码、拆码 你只用一个英文的键盘 你已经可以把所有的中文都打出来 学好之后 这个中文再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不是你的半脚石 你能够把时间和精神放在写作上 你能够轻轻松松地享受打字和上网之乐 生活就更美好了 我最后还有一件事想说 就是 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法 也可以用于智能手机 换句话 你可以用手机来说 即时打中文 即时送电邮 即时上网 非常之方便 祝大家好运 假如你还想继续深入研究一下这个汉语拼音法 你可以去到我的 blog www typechinese t y p e c h i n e s e dot blogspot b l o g s p o t dot com 或者送个 email 给我 typechinese at life dot com 祝大家好运